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言部分,尤华牧师提到 现在大家都知道,往去33年 尤华牧师是如何预备每一篇信息 并且每篇信息都是一日不偏差地被神感动和带领 因为完全排除血气的预备信息方法 其实是一种来自神启示的超自然因此运作 既然每篇信息都完全是神的启示 每个重点不论大小,都是神亲自安排 因此,就成就了每篇信息都是一日不偏差的传奇 并且每篇都伴随与时并进的共同信息成为印证 另外,过去33年,石安教会展开每次行动 尤华牧师也是以完全由圣灵启示的方式 让会众一同参与,令全教会一同被神 以一日不偏差的方式带领 所以,过去8年多,并踏进第9年的2012荣耀盼望信息 每篇信息,并由信息诞生的每一次行动 神都借着大量不同类型的共同信息 印证每一篇信息和每一次行动 由最早期拉线4794英里的印证 以及天马座行动 近期,The Legacy,全城,Edit Forum,毕业来的各种印证 及最新的主日信息,万物定理第二部分的Pi-Day印证 都日日证明,这一套长达8年多的2012信息 是神在末后日子,给予全人类最后和最重要的信息 亦向全世界的教会示范 当有人在被神带领 就应该要达到日华牧师分享的2012信息的级数 才可以明证言讯和堂堂正正地称为被神带领 并非如坊间的所谓灵恩教会 只是在聚会当中做一些毫无知威和策略的古怪行径 或者做一些无圣经根据,跟随世界风气的行动 就只以为是被圣灵带领 其实他们只是自欺欺人 甚至乎,今时今日神对教会的要求 比圣经记载的摩西、达尔尼和新欲教会高得多 所以无归乎,神给与石安教会的共同信息印证的超然程度 即使中观全人类历史都是前所未有的级数 圣经亦未曾记载出现过这种程度的超然大令 因为末后日子由神所驻造的基督身父 拥有总结全人类历史最巅峰的信仰属灵级数 达至雅哥所形容 月主是苏一同到达黑门山顶 9230英尺的高度 并且被神以923等共同信息印证 过去33年 尤华穆斯建立石安教会的过程中 并没有任何神学学历 大宗派支援背景、政治势力 或者金钱等人类血气力量和权威的支援 相反,他在各方面都受到权势人士和宗教界群起逼迫和攻击 尤华穆斯完完全全是以靠神成长至今 成为神所印证的身父级教会 透过上星期及今篇《万物定理派》第二部分的信息中 尤华穆斯详细讲解 他是如何预备每篇信息和策动每次教会的整体行动 令我们每一个都无可推诿 任何一位基督徒只要以同样单纯的信心 由简单开始一步一步跟随神的带领 原来都能达到尤华穆斯和石安教会的级数 被神带领至这个程度 这个也是神对末后日子能够成为身父教会的要求 任何人只要能够这样去跟随神 神都必定会给予他们身父的位分 但是,藉着千古以来已经奠定的共同信息 证明神在创世二线,在时间流以外 早已看见石安教会在末后日子 已经成功到达神所要求身父教会的级数 因此,石安教会每篇信息和每次行动都被神引证 不单是现今这个世代最重要 亦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 所以,神以历史事件和建筑成为一个纪念馆 藉着历史中掌管列国的君王和freemason 建造各种建筑和制造历史大使 以全人类历史和大自然上诉 纪念石安教会所做的一切 正因为我们所做的,就是整个历史存在的目的 因为圣经由创世纪至启示录 都是为了身父的出现而射低 而身父的出场就是神创造世界的终极目的 是父神、主耶稣和圣灵在历史中唯一等候的人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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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